公共建設在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它不斷的提升我們國家經濟 也改善了人民的一個生活 公路的建設我們早期只看得安全跟經濟 為首要的考量重點 但是我們隨著時代的一個進步 交通工程跟土木科技的發展過程中 智慧、服務、永續的理念 已經融入了我們公共建設的規劃理念當中 以國道為例 早期第一代的高速公路 是在國內比較還經濟拮据 我們甚至有貸款 外資貸款的一個需求 我們早期一高在做的時候 它絕大部分是陸體的建設 陸體的建設就是對台灣整個環境 是有一個切割的 那台灣的水系 當然是跨河的時候是橋梁沒有錯 但是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切割的 那在二高在建設的時候 我們在整個對於現地的環境的部分 當然有它的一個充分的考量 選線上或者是說在後續的景觀、生態 都會有它的一個助力 那對於環境的保護也開始了有一些關聯 所以我們第二代的高速公路 它對於生態、景觀的部分 它是有常駐的進展 三代的部分的話 那更是那個 這是在我們從國道六號開始 因為它是岩的無錫 岩線來跨越 來做體建的 那整個一個部分 我們對於生態的部分 更充分的 更注意 更投入更多 那在這裡面來講 我們甚至就是說 填上灰的、水上油的 這個一個考慮 都有關注到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新材料、新公華的應用 當然為了減少破壞生態 那我們的公華上的選擇 或者是說我們材料的選擇 就是以希望說 藉著新材料、新公華 能夠讓整個國道 替建 更能夠環保、永續 那五陽的部分也是經典的 那五陽的部分就是 整個一個路線的 避開環境敏感地區 然後有些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說 以新的 這個不同路段 它有不同的一個結構形式 有不同的一個公華來做 讓它整個一個橋樑 能夠是符合我們一個 現代化的一個工程 那第四代的部分的話 現在在做的 比如說 豐原、攤子段的 或是我們未來要做的 國漆 或者是說 國衣甲這些 那它的考慮的部分 當然除了前面有注意到的 新材料、新公華以外 那也希望就是說 它是更智慧化的一個高速公路 那照 所有的一個相關智慧化的一些考量 通通在設計階段 就先做處理 那做好之後 它整條就是跟 目前西部的一個 一個路網結合在一起 它是 就是一個聰明的高速公路 那我們希望是說 用路人 在使用這條路的時候 它可以 除了安全行車以外 它的一個 包括它的旅行時間 包括它的一些 目的地的一些 天后的條件 或是什麼那些 都可以 很快的就知道 那是一個智慧化的一個國道 抗爲 走 走 走 感谢观看